第1079集 本来一片荒芜的地方出现一座祭坛 在祭坛的上方 一柄剑屹立在上面 剑亦直冲云霄 血魔剑不仅是顶级的时空之兵 更是一柄魔剑 唯有大屹立者才能够掌控 何为魔剑 为魔道亦可诛魔 若不然只会成为血魔剑的傀儡 妖圣一共留下四座传承 下地就是镇压血魔剑的地方 你需要自己去拔出来 记得 一定不要让血魔剑操控你的心神 赤焰火麒麟说完 闭上眼睛不再多说 她现在必须要调理自己的身体 叶辰轻微点头 赤焰火麒麟为什么会选择自己 她也没有问 既然赤焰火麒麟选择自己 一定有她的原因 叶辰一步步来到祭坛周围 当她不断靠近的时候 越能够感受到 陶天的剑意和杀意 血魔剑 主宰杀法 叶辰的杀意和血魔剑比起来 简直微不足道 血魔剑释放出一股杀意 降临在叶辰身边 似乎在告诉叶辰 她太卑微了 血魔剑认为 叶辰根本没有实力掌控她 叶辰咬着牙 一步步走过去 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 却坚定无比 谁生来就是强者 强者都是一步步从 滔天血海里面走过来的 真正的帝王 都是踩着无数白骨 踏上皇位 一将功成 万古枯 叶辰来到血魔剑身边 此刻的她已经伤痕累累 浑身上下都是一个血人 叶辰艰难地睁开双眼 一双手握住血魔剑 血魔剑传出疯狂的沙翼 想要将叶辰斩杀 这样的蝼蚁 根本不会掌控她 沙翼刺透叶辰身体 血水疯狂地涌出 只不过叶辰面无表情 一脸冷漠的神色 双臂在这一刻 肘然之间用力 手臂上面的青筋抱起 我命由我不由天 管你是魔还是仙 都要沉浮在我的脚下 叶辰放声怒吼 此刻她的脑海里面 有无数的邪念 杀戮欲望 在她的脑海里 不断地涌动 血魔剑嗡嗡作响 叶辰的巨大的力道 不断地把血魔剑拔出来 她的眼睛轻微血红 脑海里在拼命抵抗 她绝对不能够 让血魔剑掌控一切 开 叶辰怒吼一声 血魔剑在这一刻 彻底拔出来 同一时刻 叶辰的眉心出现了一道眼睛 恶魔之眼 无尽邪恶和九幽之气 包裹叶辰的周身 魔气环绕叶辰的全身 此刻叶辰就是一尊魔 无上的魔 在拔出来的一瞬间 血魔剑周围的杀意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辰的眼睛逐渐恢复清明 这一刻的血魔剑 已经彻底沉浮 赤焰火麒麟轻微地睁开眼睛 表面虽然面无表情 不过内心里面 早就已经震撼无比 血魔剑的高傲和魔性 她最清楚不过 本来她让叶辰一试 也是赌一把 对于叶辰也没有多少的信心 毕竟这可是妖圣的配件 岂是一个如此垃圾境界的小子 能够轻易拔动的 只不过她没有想到 叶辰竟然真的成功了 叶辰 血魔剑虽然臣服你 不过她的魔性依旧还在 轻易的时候不要动用血魔剑 这时候赤焰火麒麟开口 叶辰轻微点头 现在血魔剑表面上没有什么事情 可一旦动用血魔剑战斗的话 疯狂的杀意和魔性 就会彻底爆发出来 不到生死危机的时候 叶辰绝对不会动用血魔剑 要不然 一旦被血魔剑的魔性侵蚀 她想要恢复本性也不容易 既然你已经掌控血魔剑 现在我可以送你离开 赤焰火麒麟一口火焰从嘴巴里面喷出 在虚空之中突然出现一个虚空之门 现在被妖圣镇压的四人已经出来 你要万事小心 赤焰火麒麟轻微开口 这四人每一位在万年前都是恐怖的存在 虽然现在基本都是造化镜一层天 可是他们的手段不是众人能够对付的 叶辰轻微点头 一步迈入虚空之门当中 如果能够解决四人的话 叶辰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既然继承妖圣的传承 肯定要为妖圣做一些事情 当叶辰从虚空之门出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出现在下地的外面 外面基本没什么舞者 因为嗜血魔君出事的原因 一直在制造杀戮 这期间也有强者组织舞者 一起灭掉嗜血魔君 可是嗜血魔君完全就像泥鳅一般 根本抓不住 每一次抓捕都无功而返 叶辰在赤焰火麒麟那里 虽然没有耗费时间 不过在下地已经过去了几天 目前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叶辰还不清楚 一路飞奔 叶辰找到一名舞者 打听了一些消息 目前下地里分为两组大势力 由凶魔公组建的势力 一起抗衡嗜血魔君 还有一组势力 是由散修组成的 当然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势力 现在基本没有舞者 敢一个人在外面 生怕嗜血魔君一不小心冒出来 像叶辰这样 一个人在下地乱窜 不得不说 一高人胆大 在一处地方 陈锋夫妇浑身都是血迹 因为投靠叶辰 散修的势力 根本不让他们进去 两个卑微的蝼蚁 你们两个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在陈锋两个人后面 嗜血魔君在背后紧追不舍 不过嗜血魔君并不着急杀掉两人 好不容易找到两个玩物 一定要让他们在绝望中死去 这样的血液才最美妙 看来我们两个只能够死在这里了 王倩嘴角流露出一丝苦笑 他们目前河道井一层天 在妖圣秘境里面运气也算可以 找到宝物突破 河道井一层天 在外面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强者 可是在妖圣秘境算不得什么 因为嗜血魔君的存在 顶尖神君都不知道死伤多少 没事 哪怕在地狱里面 我们也是夫妻 面对死亡 陈锋已经没有太多的恐惧 只可惜不能够再照顾王倩 在两人决定赴死的时候 前方一道模糊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两人面前 当模糊的身影不断清晰起来 陈锋眼睛差点流出眼泪 他回来了 那个让西域闻风丧胆的男人并没有死 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少主 这时候陈锋和王倩两人 直接跪倒在夜晨面前 本来夜晨被赤焰火麒麟抓走 以为没办法活下来 不过当一些强者冲出宫殿 才知道夜晨并没有死 反而打劫无数强者 哪怕造化镜也没能够幸免 他们一直在等夜晨 可是接连好几天夜晨都没有出来 他们还以为夜晨出了什么事 现在夜晨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嗯 夜晨轻微点头 现在也不是说话的时候 在后面嗜血魔君疯狂地冲过来 嗜血魔君 好久不见 夜晨独自一人面对嗜血魔君 整个人神色一变 他和嗜血魔君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手 是你这个小杂种 嗜血魔君见到夜晨的第一眼怒气冲天 若不是因为夜晨的话 他现在何必大费周章地抓捕武者 怎么说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 何必这么动怒 夜晨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 手中出现了两柄时空之兵 现在他唯一能够牵制住 嗜血魔君底牌的只有千兵豹 当嗜血魔君看到夜晨手中的两件时空之兵 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当初就是因为这些兵器让他的实力下降 不然他也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模样 小杂种 你以为现在还能够伤害到我 嗜血魔君神色猙獰 虽然嘴上这么说 却没有上前一步 在夜晨后面的陈锋王倩两人 早就已经被震撼到 要知道嗜血魔君在下地已经成为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 如果不是嗜血魔君的实力强悍 他们这些人又如何形成一股势力 机缘在嗜血魔君出现的那一刻早就已经不存在 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 哪怕造化镜看到嗜血魔君也只是短暂的交手 没见过嗜血魔君怕过谁 现在夜晨竟然能够震慑住嗜血魔君 如何不让他们震惊 能不能伤害你 一事便知 不过你若受伤的话 哪怕杀死我 你认为自己能够逃跑吗 夜晨神色不变 根本没有任何胆怯 现在的他一旦流露出一丝害怕 嗜血魔君绝对会迅速出手 嗜血魔君没有说话 谁都能够感受到在虚空之中 造化镜强者关注着一举一动 一旦嗜血魔君身受重伤的话 恐怕这些造化镜强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夜晨笑而不语 嗜血魔君怒视着他 最后冷声开口道 先让你多活两天 到时候我一定会让你死 嗜血魔君说完这句话之后 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哪怕现在他能够击杀夜晨 也要付出自己的性命 根本不值得 夜晨轻轻呼出一口气 如果嗜血魔君不走的话 他和陈锋等人恐怕都要交代在这里 我们走 夜晨看了一眼陈锋他们 转身离开了这里 夜晨看了一眼